胡明娟事件第9天 杜丰179字声援力挺 姚明做出两大决定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大家好 我是胡说 距离CBA联赛开幕 已经剩下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 隔职球队也在这个时间内 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最后的备战 但广东南篮却在这个时候 接二连三的遭受到了打击 先是全云会遗憾丢冠 输给了辽宁南篮 随后胡明轩因为代言某品牌的事情 也使他遭受到了全国球迷的质疑 姚明又在CBA即将开赛前 宣布了外援的使用政策 这直接导致了广东南篮 很可能会全华般的征战 联赛的第一阶段 外援方面的问题倒是好说 因为广东队向来都是团队作战 但胡明轩如果真的是因为代言的事件 遭到了联盟禁赛的话 这对广东队来说可真的是一种损失了 距离胡明轩代言事件已经是过去了9天 杜丰作为小胡的直接管理者 终于是在近日进行了表态 内容为179字 但并不是对胡明轩所说的 而是关于刚刚结束了亚洲杯赛事的女篮们 杜丰表示中国女篮从奥运会再到亚洲杯一路非常的艰辛 虽然没有取得最终冠军 但相信通过日后的努力一定是可以重返亚洲之巅的 至于姚明除了公布CBA新赛季的政策制度外 很可能会再做一大决定 就是选择继续让许立民担任中国女篮的主教练 当年许立民上任时就是姚明亲自推举出来了 根据这件事能够确定 姚明对于许立民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 许立民在本次的奥运会上 虽然是很遗憾的止步了淘汰赛 但很多球迷是不知道的 他已经是完成了赛前蓝鞋布置给他的任务 因此可以大胆的说 许立民是没有理由下课的 目前广东队的主教练杜芳和CBA的领导姚明 都没有对胡明轩的事情进行发生表态 所以不排除一种可能 就是随着时间的流程 胡明轩不会在CBA联赛上受到任何的处罚 但不排除会影响他未来入选国家队 为什么说这件事可能会不了了之呢 因为胡明轩选的代言并不只是他一个人能够去决定的 这个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去审核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吧 作为球迷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